最近在滴卡跟翠上面有那個影片 他拿音波打中二節烤肉的那個豬肉的肉片 然後就說你看就是這樣子 你的臉的組織就會越打越糟糕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點 大家好我是無視為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日音波是什麼 第一個是我覺得他吃打速度很快 比如說他是從左到右過來的時候是一發 然後他就從這邊又再回去又是一發 所以他是有點像Z字形一樣 這裡一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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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較舊的音波的技型 他就是這裡一發 然後他要回去原位 在這裡再一發 這個會是整個吃打時間 會短很多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的話就是他的過程中是不痛很多的 原因是因為他的快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他當他來回打的時候 他其實同樣是一發 他的傳遞能量並不會比原本來的少的時候 可是他其實會不痛很多 其他的話我覺得他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其中幾個模式會有溶脂的效果 他可以把那邊脂肪溶掉的時候 其他的厚度就會降低的比較多 再來的話我覺得他也有一些功能是 他可以特別針對於很多人在意的 法令紋跟木耳紋來做局部的加強跟處理 因為他可以打這些相對比較靠近神經位置的地方 有了這個他這些相關深度的探頭 會有蠻好的效果 日音波主要的效果有 消脂還有拉起 那消脂我覺得他比較適合的地方 比如說像是我們的大腿或是肚子 當你就是你自己手指捏 可以捏出來一個脂肪厚度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針對這些脂肪 日音波在臉部的話我覺得 效果特別好的有我們的 嘴邊肉的地方 所以是比較下垂啊鬆弛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比較拉起來 另外我覺得日音波效果特別好的地方 會是法令紋的地方 我指法令紋旁邊這邊 上面這裡比較凸起來的部分 還有一個緊實比較拉平的效果 然後我覺得木耳紋也是一個效果不錯的地方 它會是這個位置 一樣它不是打凹的地方 它是打凹的上面這裡 韌帶以上比較凸出的地方 當把這邊比較拉的緊緻拉平的時候 對連的氣色啊老態啊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日音波主要是四個探頭 第一個這個 針對身體的探頭 深度其實是比較深的 差不多一公分左右的深度 肚子捏得起來比較厚的脂肪啊 或是大腿這些地方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 它是4.5mm 就是這邊的這個 Core的這個 它是針對金莫層這邊加熱之後 有讓它做緊緻拉體 跟後續的膠原蛋白增生的一個探頭 這個在臉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探頭 再來這個 Essential 它跟其他不一樣的話 是它有一個比較淺的深度 是1.5mm的那個深度 它是針對皮膚比較細緻的這個探頭 因為它很淺 所以它相對會比較容易會有貓咪紋的發生 就是說打完之後好像有時候會有一些幾條幾條 不過那個幾天就會消了 可能會有幾天 會有一個紅紅的狀況 第四個探頭是這個 綠色Basic這個探頭 它探頭的大小是最小的 它可以比較貼合我們臉上一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比如說如果我們想要打眼下的細微 比較小的探頭會有比較緊緻貼合的施打 音波的現狀模式跟點狀模式 點狀模式就是傳統音波的模式 它會針對筋膜層有緊緻拉體的效果 現狀模式的話就是針對脂肪 所以它會依照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選擇 合在一起會有更好的效果 如果這一個人原本的狀況就是 顴骨比較明顯 然後這邊是比較凹的話 那這個地方一定就不會打 因為它是緊實 你可以想像它會變得比較縮進去 如果這個地方已經凹了 我們再打 其實會讓它變得更凹是真的 打凹這句話有點像 對一半錯一半 在需要加長的地方要好好的打 不要打的地方 不要讓它變得更凹更憔悴 最近在D卡跟Train上面有那個影片 他拿音波打中瑞節烤肉的那個豬肉的肉片 然後就說你看就是這樣子 你的臉的組織就會越打越糟糕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點 音波的原理 它其實是把臉部的組織 在它打的深度底下 把它加熱到大概60度到70度之間 對我們來說是真的會有 筋膜層的增厚 緊緻的效果 還有膠原蛋白的增生 這個是在實際上 跟很多醫學論文上 都是有實證的效果 音波做完 會不會有什麼恢復期啊 或什麼的 因為它在表面上是沒有傷口的 所以其實你在曬太陽 或是日常生活其實都OK 那它有可能會有一點微微的水腫 另外一個我們比較常聽到 顧客回來會跟我們講 打完了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當他自己比如說手指 或者壓到這些骨頭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種酸酸的感覺 這個大概就是你自己有 用力壓到之後 才比較會有感覺 完全不影響你的正常生活 音波術後會發生的狀況 大概就主要是這幾個 喜歡我們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